找到人隽的秘密了 回黑豹大人的话 我这几日 都有认真的在参悟人隽 但是那个臭胡瑶 一直在监视我 终于让我逮得到一个机会 您猜怎么着 说重点 我参悟秘密的时候 被他抓住了 他把我抓起来 审问了一天一夜 我晕倒了 他还拿那个辣椒水泼我 他逼我说出 幕后指使人是谁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出备你 少废话 人隽的秘密呢 人隽在此 这是人隽 没错 胡瑶将人隽 打造成一张寒冰床 很难携带 如今化成了水 刚好很合适带出来呢 你是在耍我吗 等等 我说 人隽的秘密是说 要想杀死胡瑶 就必须 必须怎么样 必须之后的秘密 都在这个桶里面了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我参悟了前面的秘密 后面就被胡瑶化成水了 黑袍大人 我没必要搭上性命去骗你吧 更何况我们都要杀死胡瑶 我们是一伙的 你们别要为难我了 你竟敢糊弄我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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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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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